我最近就英文謀想去學這個Fancing 學這個劍擊 找人去學 小時候真的很想玩 看過一套劇集 但真的沒錢學 裝備太貴 大約就想追回這個慶祝 想試試去玩一下究竟是甚麼 我留意了踩滑板和BMX 因為原來我幻想他可能會再 可能奧運 可能都有賽道 有些泳池 原來他跟街頭那種是差不多的 這個我是有些驚喜的 而且看到你玩花式 都真的挺有型 搞到我也有少少想學 大部份項目都有看 但如果現在印象深刻一點 可能是速度攀石 即是很厲害 我見到GG學 真的好像反地心吸力 但我學者應該不會學 我覺得好看 覺得覺得好看 很開心的 我覺得開心不是因為成績 是因為看到多了人關注香港的運動員 這是最開心的 因為自己都是運動員出身 就知道有多困難的香港做運動員 所以開心在大家給多了關注 和關心給本地的運動員 亦都希望 即是未來的產奧 大家都會繼續支持 以及 亦都會 不要只因為奧運 不要四年一次才關心 我們香港的運動員 而是真的保持 都會可能要支持他們 或者看看會不會可以 即是怎樣支持他們 多些各方界的支持 多些成績 大家再多些開心 其實最主要希望 真的可以多些設施給運動員 因為始終 訓練場地不足夠 這個是真的 香港運動員 希望接下來的設施 多一些可以 因為設備更加充足 可以拿到更多的成績 或者為香港更加再增加 厲害 挑戰馬拉松來說 要先問一下Alton 因為Alton本身是拍馬拉松 如果問我的話 我會選擇在運動場 跑800米 100米加上去 800米都很累 800米都很累 你說你會選擇做 第三個 派水那些 都可以 因為其實馬拉松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而且他要長時間訓練 所以 都相當累 所以就 先判馬拉松 遲些吧 會跑好嗎 你不如前天都會跑 我會的 我平時都有跑步 因為我其實體質 都比較容易儲到脂肪 所以我真的一定要做多些Cardio 才能保持身形 我覺得做幕前 都一定要保持好身形 我們現在做 我試過在這樣跑步 你試過跑步 時速四公里 游井 就是說 可以 來 two 已經鞠斜了 鞠斜了 鞠斜了 鞠斜 鞠斜 掌聲鼓勵